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个月气氛比较浓 因为贸易战的感觉比较浓烈 大家都放出相当强硬的姿态下 对于本土经济复苏甚至股市表现 大家是否应该避风 美国加价息似乎美金一直转强 大宗商品今周跌得多 但今天会大逆转? 美金的确主导了很多市场走势 大家认为美金转强 大宗商品下跌很英分 但有些原材料价格尤其有些崩盘 是否跟贸易战有关 或是跟美金转强有关 尤其是今天会否有个黑色星期五大跌 这些是外国人认为不好的日子 但今天会否有些不长欲少 昨晚美股大升 昨天A股企稳在2800 上证 由今年年初股市仍向好 虽然美国在加息 美国是带动大家的股市会做好 但开始港贸战 国内股市比较惨淡 而且连破很多日子 穿了3000后 很多人都在说男底留底 但政策上又配合不了 加上之前穿过2700 见过2600多 昨天会否反弹 会否双底反弹 上一次日子是2600 今次又去到2600 昨天会否做好 但政策上似乎是否已经放了姿态 是否开始会和谈 关于贸易方面 有个最大的转折点 是上月15日 国内宣布了 跟美国500亿内的340亿 关税正式生效 你见到国内股市和人民币开始跌 但已接近一个月 两边是否已经开始会和谈 但似乎昨天仍然有消息 中方说没有进行和谈 另外大宗商品方面 最近都是走弱 但昨天来说 全线黑色系都反弹 有色金属都涨 会否是一个转势 我也是那句 我们见到美金主动了市场 但由他宣布有关税开始 由4月份开始 你见到宣布有关税 大宗商品是涨的 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很黑板的印象 我认为这些贸易战反而会令大宗商品上升 但到6月尾开始 你发现情况就大逆转 甚至至今个月 似乎走势未完 本来也要说 整个走势去到第二季度 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个完结 但似乎去到7月未停 有少少谷底反弹 大家会想是否因为大宗商 贸易战而令大宗商的需求减少 而导致现在的情况 人民币下跌 是否又会减低购买力 这几件事 大家都会夹杂到 认为大宗商品出现这麽大的波动 今天又是黑色星期五 会否有大力转 美元仍然是反复 老实说我们一直有做回市和金都看到走势里面 美元通常跌了很久之后 是一下子很积极地反弹 但今次有缓慢回升 但又是几个高位 昨天美元指数又强回94.8 距离高位不是很远 但人民币又要做好些 昨天美元也叫升回 94.8 人民币仍然反弹 昨天美元也升了300点 在外人民币也收在6.669水平 跌了一轮后人民币会否叫存定 我觉得人民币难测 因为人民币一直入了SDR后 有个人民币指数给我们跟 事实上很明显在6月15日宣布 会跟随美国500亿的贸易关税 才看到人民币的跌幅或跌速度加快 到了过两个星期后 有人认为人民币下跌 中央那边主动出击 反过来原来有资金离开 这两件事是令大家揣测人民币下跌的原因 但当美元的升幅减慢或有调整 人民币反弹亦快 但反弹了几天后 虽然昨天回升 但大家要知道 他又曾经试过接近 我们比较担心的所谓关键位置 接近6.69水平 是否真的会上6.7 大家要知道 现在人民币的跌幅 已经差不多在蚕蚕中国经济增长 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虽然不是跌了很多可能下 1-2% 但大家看到贸易战可能会对中国 尤其是制造业的出口 是比较大的打击 人民币贬值的确可能会舒缓到 国内企业的汇率压力 中央要知道 我是制裁美国 有某程度上可以制裁自己的出口商 所以可能中央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整 另外中国商务部重新 将坚定不移 维持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但没有实质行动推出 去回应美国这2千亿 这才是关键 由年初开始 特朗普向上台湾都说会搞中国 但本来都觉得有很多东西 大家两个都有角力 无论是北韩问题、南海问题 或贸易关税问题 两边都好像有个磋商 但突然间见金正恩之后 美国真的反选了 一样或一样 他宣布了340亿开征的时间 特朗普真的有点反面 美国国务卿到北韩就见不到金正恩 可能是令特朗普觉得 是否大陆贸易玩? 不知是否弃然 因为当初说了2千亿 大家要知道 数据是要加上去 不是说500亿 现在2000亿 不是说2000亿 是500亿 可能是3000亿 这次他说到 要向中国入口美国商品 再拿多2000亿的产品 可能会做贸易调查 大家应该知道 这可能是几个月前 当他们4月宣布贸易糾纷之后 很多人都计算 美国输到中国的产品 大约有接近5000亿 但中国买美国的产品 只有1000亿 当你宣布这2000亿 大家就要知道 中国唯有用另一种方法 不可以像今次 数量上肯定不合适 今次是这样 刚刚12点 美国宣布了12点01分 即是中国北京时间 刚刚五夜 他就立即开征关税 到今次 中国未有回应 已经接近几天 究竟他想怎样做 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想在理据上 或者有道理反击 我怎样宣布 我怎样可以让人感觉到 特朗普的选票 可能会影响到特朗普的选票 可能会影响到特朗普的选票 但又不要损害到国内的转型 国内的转型 近期 当大豆会收关税之后 中国一直有这样的需求 那量是否一时间可以用其他国家取代 但宣布后 美国方面尤其是很多大宗商品 又急跌 究竟这个转变是 市场反应是对 还是不对 其实大家都还在员证 数据方面 美国刚刚公布了6月份的CPI 同比升了2.9% 是2012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虽然环比是0.1不及预期 年度的升幅挺重要 对加息有甚麽其事 有一定的帮助 大家可以看到底牌有多多 美国仍在配合预期 无论是经济增长或通胀指标 都算是温和 起码是可控 但美国现在已在收缩 9月份会否再加一次 上周五美国公布失业率有些失望 失业率上升4% 但CPI似乎没有回落 油价可能是对美国消费成本 是最主要影响的原因 随着外围油价的上升 甚至近期美油相对较强 欧盟方面要加军费 现在又谈论军地问题 欧盟方面有给钱给俄罗斯 北约这边又对付国家 会否因此而逃利俄罗斯 是否有些不对等 甚至乎通胀都上升了 是否要加军费 近期欧盟方面 油价及美国经济增长或通胀方面 都是比较指标性的作用 说起欧盟加征一些军费 或者拿回本 刚刚公布了美国财政年度的预算 2018年头三季度 美国预算赤字增加16% 达到6070亿美元 似乎特朗普上任之后 的确是使大了 所以为何美国特朗普 可以大声和其他盟友付出 北约方面说 我们增加了消费支出 或者财政赤字加大了 大家应该知道 特朗普在今晚的军费方面再增加 未来的军费会再加 预算赤字又会大了 盟友是否应该负责 北约那边去年已经有火药味 G7好像已经反了面 现在可以名正言顺 究竟你是敌人还是盟友 俄罗斯方面好像有涂理到他 尤其是今次有些针对北约 以及针对德国 很多国家没有符合要求 将军费开支调到2% 美国做得到 你们叫做最前沿的国家 你们是否应该再加码 多花点钱 我有这样做 你们是否应该配合 英国方面公布了脱欧的白皮书 内容主要是将和欧盟 希望可以维持无摩擦的商业贸易 当然这是好的愿景 欧盟方面有没有容易达成这个协议 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些混乱 英国说退欧近期看到 尤其是贸易或商业方面 甚至财经方面 似乎都快到期限 但两位重要官员辞职 英国很有趣 你全部不是想退欧的人 结果去帮他们退欧 到今星期 明明是希望给市场信心 我们有个退欧的白皮书出 希望大家知道我们不会硬退欧 有些人在想 可能是英国一厢情愿 现在看到有这样的状况 可能你发现公投很容易 说了我退欧 但原来有些东西会承受责任 英国在公投里面 很多选民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现在都很头痛 究竟现在是远脱欧 究竟是否锻得成 大家拭目期待 时间差不多了 星期一同一时间和大家见面